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主日是以年长年期第十一主日 本主日弥撒中的马尔古福音 把天主的国在地上发展的情形 用洒在土地里的种子的自然成长来做比拟 为了解这个比喻 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位撒种子究竟是谁 基督称自己是那位撒好种子的 他降生成人来到我们当中 就是要撒天国的种子 他以慈悲善目伟大老师 和福音使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当中 要把他那从无尽此爱与无量智慧的宝库中 所带来的真理与圣洁的生命种子 撒在我们人间 好使我们能够结出感恩 平安 喜乐与爱的福音果实来 他要使那散播出去的救恩种子 成为我们生命的富足 基督把天国的种子撒下之后 天国的幼苗 也就是教会就开始破土萌芽了 当圣教会建立起来之后 耶稣便离世升天 直到收获的时期再来收获 这期间圣神继续耶稣撒种的工程 他不单撒种也浇灌 一极滋润所杂的种子 好让天国的苗芽 也就是教会继续继续不断的成长 是啊 各位弟兄姐妹们 圣神也是那位杀种者 他同时推动我们基督徒 在耶稣复活生天之后 借着他在我们身上继续耶稣所做的 因此我们每位基督徒 也该当是杀种者 基督在复活生天前 亦将这杀种的使命赋予了门徒 也赋予了我们 他这样派遣 他们去散播福音的种子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你们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给他们受洗 教训他们遵守 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因此我们基督徒 该以善言和善行来作为种子 将耶稣的教导 不仅散播到人们的耳朵里 更是落入人们的心田深处 在人的心灵中 结直成长 并且开花结果 可是 每当我们充满热忱 去实践杀种的事工的时候 最大的诱惑 常常是迫不及待的 马上就要看到 二国灵格 而止成形于地 入狱天烟 而忘记了天国灵格 乃是天主的工程 而止成形于地 也自有天主的时刻 是的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心情耕耘 却看不到应有的果实的时候 我们的本性 就会急着急着 想要用强迫的力量 来让整个的世界的进行 绕着我们所认为的轨道走 然而 如果我们从掌控当中放手 让世界自己运行 不再坚持在我们的轨道上进行 你想会怎么样呢 世界能难转动 不需要任何你我来帮忙 天主能难让世界 继续待在他本来该有的轨道上 而我们也能难能够自由 又放松地待在地球上 事实上 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 到意经不自觉的掌控 根本就是一种幻想 不止如此 掌控的欲望 常会酝酿 以及产生巨大 甚至是毁灭性的后座力 来向我们反扑 过去 在历史当中 以及我们今天 这个世界里 大大小小的战争 或恐怖主义 不都是由于等不及 急着要改变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而对操控掌控的绝对价值 产生梦幻式的幻想 以致衍生出来的人类的大灾难 不是吗 因此 在传扬天国的使命上 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做好 播种者的容夫角色 心情洒种 种子落在地里之后 不能掐描助长 只需要耐心的等待 在等待中 让它自然发展就足够了 是的 如果我们愿意 向圣神开放我们的生命 让圣神来引领我们 那么等待 将是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 因为圣神会让我们明白 何时该前往 何时该停步 而何时又该等待 在行与止之间 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和感恩 这种等待的力量 就让我想起 曾在网路上看到的一则故事 这则故事是这样的 也就是天主圣神 他引导一个人去推石头 这个人就顺服去做了 可是他推了很久很久 石头依旧问风不动 于是心灰意能 开始抱怨天主 因为他觉得都在做白工 努力了却没有效果 在埋怨声中 天主对他说话了 天主对他说 我并没有叫你推动石头 我只叫你推他而已 而你每天推着他 已经做到我的要求了 虽然你自认为是失败 但看看你的手掌 你的手掌厚了 看看你的脚 你的脚强壮了 看看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成长了 而你的能力 已经远远超过以前了 你努力地推石头 但让石头滚动的是我 而我有我的时间 弟兄姐妹们 这则发人深思的网络故事 又让我联想到 我刚刚才从教宗方济格的劝狱 福音的喜乐中 读到一段我很喜欢的话 这段话正是呼应了这则故事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因为我们不常看到 这些种子生长 我们需要一种心灵上的 气定神仙 深信天主能在任何状况中 甚至是在明显的挫折中行动 它涉及确切的认知 肯定所有在爱内 把自己托付给天主的人 都会结出好果子 这种丰富的生产 经常是看不到的 是隐藏的 是无法统计的 我们相当有把握 知道我们的生活 将是丰富的 不须说出如何或地点或时候 但我们可以确认 不论是爱的行动 或是真诚 没有一项是会白费掉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所散布的 把握成大树 这棵树的树 原来是各种植物中最小的 同样的 在社会上的树上 在地上帮国 我们的树上的树上的树上 爱让我们的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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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a iPhone的电话声音 Nine的年线声音等等 这些声音都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天国福音的声音 在这世上却是最不吸引人的 就如那一粒小小小的芥菜籽 掉到哪儿连声音都没有 是不会有人去注意的 但是这福音的种子 一旦落入愿意接受它的纳母良田的时候 天主的国就要开始在那人的心里成形 并且像所有的植物一样 在我们睡觉时 在我们不注意时 他竟然逐渐成长 因此保禄说 无论得实与不得实 都要传福音 因为使他成长的是圣神 所以 本主日的读经一 二者克尔先知书 就是在向我们预告 这天国的成长 二者克尔先知 是在以色列子民正处于流亡的严峻考验时期 执行他先知的职务 向人们通传天主的旨意 我们不难想象 流亡的处境 很容易让以色列子民丧失希望 而先知的使命 则是要激起他们对天主的信心 和对生活的勇气 先知透过神域的宣告 让人看到了一幅满怀盼望的景象 这景象 就是天主摘下一颗 又嫩的枝牙 这枝牙 却长成了一颗高大的香薄树 各种飞鸟 要栖息在它阴影之下 这是多么不成比例的对比 那么不受重视的小小枝条 竟变成了巨大的香薄树 甚至让许许多的飞鸟 都可以栖息其中 天国苗牙的成长是如此 我们人生命的成长也很类似 在生活中 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痛苦 或是与他人之间彼此关系的挫折 再再都会让我们产生信心的危机 甚至是悲观死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往往会以自卑来压缩我们自己 而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渺小 甚至枯萎 就如同这一颗小树苗一样 但是今天二者克尔仙之书 却是让我们满怀信心及勇气 相信天主 他要亲自把我们栽种在高山峻岭之上 栽在以色列最高的山峰 并且使我们生长之夜 结出果实 成为一颗高大的香薄 甚至使我们如小树长高 枯木茂盛 二者克尔仙之用了非常文学的诗意笔触 为我们描述了天主要在我们身上展现的大能 但要如何具体地去了解天主 在我们身上所展现的大能 消灭我们的渺小 自卑自贪和自伤 而让我们成长呢 事实上 这个嫩牙要成长 并不是看向我们自己就会成长 不 要看向天主 这让我联想到14世纪密器主义 也就是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 埃克哈特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很玄奥的一句话 他这样说 天主比天主还伟大 什么意思 埃克特的意思是 当我们对天主的认知 能够不断不断地成长 成长得和天主一样广阔无限 对永恒崇高伟大的天主 一旦理解得越多的时候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项自我的负面判断 以及随之而来的渺小自卑自叹自伤 就会慢慢地痊愈 如此生命便能成长 并且比天主更伟大的天主心中 他自看见一种事 就是他要将无尽的玫瑰花瓣 杀在我们的头上 他这么看重我们 他要为我们的生命加冠加冕 使弟兄姐妹们 看向天主 我们从生命的成长 反省 读经一二则克尔先知书 而今天的玛古福音 则帮助我们去反省 这成长后的生命 该当如何与人分享 福音中的杀种和芥菜籽 两个比喻 逼使我们去回答一个问题 一栗种子可以长成一棵大树 大到可以容纳一切 连天上的飞尿 都到它的枝头栖息 而如果 如果这棵长成参天的大树 就是天国的一方天地 就是跟随耶稣的人 所组成的团体 就是我们的教会 那么 我们是不是真的为迷失的候鸟 提供了一个栖息之处 我们是不是真的为穷人和弱小者 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保障 这个地方 是不是真正成为一方 我们与他人 共享生命的新天新地 耶稣 他关心众人 最个人的需要 他关心井边的撒玛利亚夫人 他关心寻找他遗体的玛利亚玛达勒 他关心夜间来求教于他的尼克德摩 他关心被他复活的拉扎路 他关心死了儿子的那因成寡妇 还有带着绝望 破碎创伤和死亡走在 二马屋道路上的两个门徒 另外还有许许许许许多多的病人 附魔的人 心灵破碎的人 穷人等等等等 耶稣都关怀都关心 同样的 如果我们不一而再 再而三地把我们的视线 拉回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 与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而特别是受苦受难的人 一起作伴 一起同行 那么戒猜猜之便长不成大树 从此也无法结果结穗 只有戒猜之长成大树 百鸟七夕 从此结了脉穗 磨成面粉 制成面病 共能生命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天国 天国才算真正来临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